8月底這3個月 我們認為是香港防疫的關鍵時刻 所以特區政府在今天就會展開 全城、啟動、快打疫苗的運動 我們的目的是透過大幅提升接種疫苗的比率 進促為香港建立保護的屏障 讓社會可以早日回復的常態 也都希望在9月來臨之前 能夠可以做完這件工作 等到各行各業 即使是有第五波的疫情來到 都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也都可以令到過百萬的學生 在新的學年開始的時候 可以安心地回到課堂上課 為了進一步鼓勵大家早日接種疫苗 以及感謝已經是接種了疫苗的每一位市民 對於抗疫工作的支持和努力 政府和社會各界將會在這個 全城、啟動、快打疫苗的運動之下 推出多項的措施 包括有各項的疫苗獎賞計劃 此外我必須要指出 疫苗接種將會是日後 市民希望能夠更便利地回到內地 或者去海外旅遊 公幹是一個必不可小的要求 所以在未來這三個月 疫苗打好針 有了十四日出了抗體 就會令到他們成為首批 可以當我們通行之後 能夠可以重新去出外旅遊 或者是公幹 打疫苗打針 已經是可以說是唯一 最可靠的方法 這個不是一定是香港的情況 海外的情況已經是證明了 這個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請大家支持我們的工作